看着我走来,你来到我走踢上去 有天爱啊 民众对于安宁病房的印象 大多认为是生离死别的哀伤场景 但在台中慈祭医院的新联病房 却是充满温馨 像是每个礼拜会定期举办的音乐照护 宗教师的临床关怀以及超心经活动 重点是为病患以及家属量身打造的圆梦计划 病房里面我们是有音乐志工的 那其实音乐的部分可以让心情比较平静 太不一样了 不像一样 就觉得好像是这样 月音料粮悲心回荡 吴女士签下大体捐赠同意书 想要一爱人间 她非常同意 她就是避免我更随风持细 病人在这段时间内尽量可以在她的能力范围里面 把她的要做的事情把它完成 台中慈苑新联病房成立至今已有127位病患成为大体老师 另外22人捐赠严角末 这些一爱人间的患者让生命最后发光发热 临床宗教师的引导下多重器官衰竭的春先生 她的太太和儿女在身旁抄写薪金 回向功德 有时候参与者他们会说 我在抄写过程得到一份安定 传递家属对病人的祝福跟关怀 太太想要留下先生的手膜 于是和护理师一块配置材料 先生的手膜是堪秋太太永远的留念 让我们以后大家都可以去摸摸她的手 即使人不在了还有一个念想在那边 就有这陪伴来告诉她说 其实这个病人离去她的精神 或是她的对她的爱其实是永远存在的 传递给她的这些 她是可以感受到可以接受得到 在新竹福岩金社修行的本娘法师 这六年来每周往返台中祠苑三天 服务病患和家属 从这样的过程其实可以学习到 他们的一些生活智慧 体会到生命无常 增加我的宗教信念 那也是能够提升个人这些灵性层次 台中祠苑的安宁照护 全人全程 病患往生前的安宁照护利用率 75.5% 远超过全市医院的平均值 65% 我们团队内其实除了宗教师 行李师社公司 也算科内的会诊 然后告诉他们说 这病人其实是有需求的 在每个专业他们都会在 很及时地给予一些评估或是协助 人生最后一离路 爱与尊严成为最美风景